国际推播时间 俄国总统普丁睽違24年再度访问北韩 那么正头戏普京会已经正式登场了 双边谈了什么呢 时间交给韦哲 好我们先来看到画面上 是在台湾时间大概今天中午的时候 其实包含俄罗斯以及北韩的官方媒体 都公布了这一段在北韩平壤的金日成广场 由金珍盛大迎接普丁到访的画面 那么在现场呢 其实包含由北韩的官员 以及俄罗斯的访问代表团 都一一互相和金珍还有普丁握手之外 现场也有仪仗队表演两国的国歌 还甚至名放炮火 规模相当盛大 现场也有大小朋友手捧花 来迎接普丁的到访 那么很多人说这规模 犹如北韩的国庆跟党庆一样 是相当的热闹 在欢迎仪式过后呢 其实就移驾到了锦绣山的太阳沟 那么金珍还有普丁 是展开了会谈 这一次的会谈 双方包含金珍跟普丁 内都有六名 总共有六个 等于说六对六的一个对谈 那么在俄罗斯的部分 包含有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等人 在北韩这一边也包含了北韩 外物相吹善机等人 总共是一个六对六的对话形式 那么其实普丁开宗民意 首先当然就先感谢北韩 这一直以来都是在帮助俄罗斯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过后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同时批评了 美国俄罗斯这边强调 过去数十年来 美国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施压 同时普丁也邀请了金珍 希望下一次的俄朝峰会 是在莫斯科举行 好我们透过这一连串 从昨天应该说今天的凌晨 这个普丁抵达北韩过后 其实整个迎接仪式非常盛大 就有外媒来分析说 其实这一次的所谓的普京会 最大赢家就是金正恩了 因为金正恩又再度向世界 展现了他的国力 以及他强盛的一个领导能力 特别是在反美联盟这部分 北韩依旧是有声量的 所以就有分析说 从这一次金正恩的迎接 整个这个规模来看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算是稳固金正恩 在国内领导合法性 所以这次的普京峰会 金正恩肯定是一个赢家 而关于这一次 外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原本普丁是预计 18号晚间就要抵达北韩了 结果到19号的凌晨才到 外界想起说 过去普丁有迟到大王的封号 这有关联吗 继续把时间交给位者 好的确 这次普丁原定 其实是两天一夜访问北韩 但是因为前个行程的哈萨克这一边 耽搁了一段时间 所以原定是18号的晚间就要抵达 但最后普丁的班机 几乎是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才到了北韩 几乎是让金正恩哭等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画面上就有很多网友整理出来 过去其实普丁在国际访问上头 真的常常迟到 不只是让教宗等 然后让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女王 也让他等 那么除此之外包含了像是前任的 德国总理梅克 当时可能总统普警惠 通通都等上超过两三个小时 但面对金正恩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过去其实普丁访问金正恩的时候 多半金正恩跟普丁都是会 普丁都是会提早等金正恩 所以这一次让金正恩等真的是少见 好 最后我们通过字卡带大家来看看 很多人其实都在讨论说 这一次普丁还有金正恩打二朝峰会 是不是把中国给冷落了 所以俄中朝战略三角有可能形成吗 北韩官朝网站北纬38度 这边就直接直言三国轴心 恐怕只是一场虚幻 从过去历史来讲 其实苏联还有中国大陆跟北韩 只有在韩战的时候 三方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那么俄中朝现在合作 其实最有可能意义当然就是 应对所谓的印太北约化的一个危机 但是其实中国大陆对北韩永和 其实是有疑虑的 因为这恐怕也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安 另外中国也怕沦为邪恶轴心 所以到现在中国大陆迟迟都不敢 直接提供给武器给俄罗斯 所以就是期望就会担心到 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加大力道来制裁 所以这俄中朝战略三角要形成 恐怕不容易 以上就是这个国内特别话题 时间就还给玉丽 另外就是美国现在刚刚讲的 他是对这个地方 整个对整个东亚的情势要沿灭的监控 就他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北韩跟俄罗斯之间 有很多的贸易往来 就什么贸易往来 北韩拼命生产炮弹 拼命生产炮弹 而且这个炮弹的总量 竟然比整个北约还要来得多 白鸽队友 这是在一个加州 我想民间 民间卫星发现到一个诡异现象 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说奇怪 为什么最近北韩的这个港口 跟俄罗斯的港口互通有无 一直有一些疑似很像是这种 俄罗斯的船只在这样一栋 就被他们揭露 你知道高达怎么样吗 刚刚保雷跟我们讲一个数字 250万 你知道250万是什么 炮弹 所以他们什么152 这个毫米的 然后这个什么122的毫米的 炮弹 反正一大堆 他们就想说奇怪 你说北韩给了俄罗斯 250万个炮弹 对那这个是其来有志 因为现在乌尔战争在开打 但是其实俄罗斯境内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跟状况 也就是他们的兵工厂 早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但我觉得我很大 到乌克兰的弹药有扫过吗 没有 没扫过吗 还是源源不解吗 那这个各位你想一下 乌克兰后面是由美国 以及欧洲 包括北约联盟的在奥远 所以他的军火 你有没有听到乌克兰每天在喊 俄罗斯没有喊 但大家只怀疑说 奇怪是不是中国原住 有一些这种亚洲面孔 结果没想到是北韩 北韩大量的把弹药 输到俄罗斯去 而且各位 他都是给他那种什么 是那种消耗品 那相对人说 那北韩可以换到什么东西 当然他们就讲 有一些是什么尖端科技 有些是北韩需要的民生物资 但你要有证据 有 我们现在证据来了 这个加州实验室 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两张图 拍到的是一个是俄罗斯的东方港 一个是北韩的罗金港 那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 有因为当中有四艘 包括有一艘叫Lady R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Lady R的 很奇怪 你看他默默的 跑到北韩的罗金港去 对不对 从俄罗斯的港口出发 然后跑到北韩罗金港 然后有什么 接收的货柜 有下架的货柜 代表两件事情 第一个 确实他们有提供物资给北韩 所以这不是无偿提供 那另外他们接回去的货柜是什么 一定是弹药 炒弹 炮弹嘛 所以他们就在讨论 说那很神秘 因为这个Lady R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鬼鬼祟祟吗 甚至他行经开过去的宝格 你知道 他把他的雷达相关的什么仪器 可以追踪的 溯源的定位 通通都关掉 就是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过去 代表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因为各位 现在北韩是被联合国制裁 你不能够提供他任何的物资 任何的名声 甚至任何的奢侈品 通通都不行 所以他才透过这种方式嘛 甚至你如果说这条船 因为各位去一趟单趟 他再回来 因为他花一点时日 等于说他还要加油 那你知道他加油怎么办吗 跑到外海去 然后用这种 外海加油 知识情 他就假装自己装忙 他就说我在维修 我在维修 然后再另外一艘 这个俄罗斯的船过来 然后偷偷在外海趴头 在海上接转他的石油嘛 但我们现在终于发现这件事情 人家高度怀疑 到底北韩是为了拿到什么东西 才去把这些弹药送给俄罗斯 就给你瞠目见舌 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当初这个金正恩 曾经跑到北韩去过 然后那时候呢 普丁接待他嘛 普丁接待他的时候 给他用一艘很豪华的轿车 这是俄罗斯国产的 就是欧拉斯 各位你现在一幕上看到的 这一台后面这台 豪华轿车长得很像劳斯莱斯 结果没想到 金正恩一试成主顾 哇 我很尬 你知道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吗 就这个 他跑到后座去说 我想要试坐看看 各位你知道什么 他跑后座吗 跟各位报告 因为第一个 这一台AURUS是 普丁砸了高达59亿 59亿台币哦 研发出来的 一台要价都是几千万 跟你讲 他每一台都是车厂 最少都是6公尺起跳 代表他什么 豪华理车 而且他后座 什么真的这种檀木啊 然后包括前面 还有一个很珍贵 叫什么 死因中 代表什么 我尊绝不凡 所以当时金正恩 就是说被这个东西 一语着迷 想说 哎呀 这东西太好了 那普丁也答应他说 我就送给你吧 我这台车 我就用这种方式送给你 但是可不可以送 不能吗 因为联合国说 你不能送豪华瓶给北韩 所以大家高度怀疑 送这么多弹药 难不成 就是只为了一台豪华轿车 而当人民到 穷到吃草的时候 他还在想着自己的娱乐 董事长 没有想到 北韩的炮弹生产能力这么巧 我反而有兴趣的是说 请问你保洁 他为什么公布这个照片 为什么 北韩帮俄罗斯制造炮弹 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又是大家知道 小就知道了 而且北韩单独 是不是北韩单独干的 还是中共后面支持 我们都不管他 但他现在公布这个照片干什么 干什么 他打北韩 北韩怕美国吗 不怕 你制裁制裁什么 我已经穷到老百姓 吃草了 我怕你个屁啊 对不对 他为他公布这个干嘛 他公布的不是跟你公布好玩的 哎哎哎哎 你在拍金呢 不是这样子嘛 他告诉你所有全世界 我要打他了嘛 你看后面他 他打北韩 当然是打他 搞这个干什么呢 炮弹你的后援都在北韩 对不对 那我把你炸掉不就没有了吗 他敢吗 他怎么不敢呢 我现在问你我我现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怎么处理 我现在问你嘛 那怎么办嘛 那我没事干 公布个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人人的爱 他要颁奖 还在发勋章 还要怎么样 还要鼓励北韩 当然不是啊 他后面就要干坏动作嘛 他最坏动作就是到时候告诉你 他是用破坏的 还是去空袭的 我不知道 但我跟你保证 老美一定要干他 这次布林肯到了美国 受到有史以来最冷淡的一个待遇 跟你说 布林肯却在中美之间 掀起了滔天巨浪 他这一次去中国 就下了最后通牒 而布林肯给中国这样的压力 你会看到 习近平在接见布林肯之前 他才会焦虑不完 才会那边 等于说坐立不完 在那边剁方步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习近平准备要接见布林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的舵步 好像一直之间 他也不知道该站在什么地方 你从他的肢体员 你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焦虑 那为什么会非常焦虑呢 他以前不应该就是说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 那等着布林肯来 我就跟他握手吗 我在中国是无人科党的啊 我照理说就气定神前在那边等你来嘛 就为什么他这样来回舵步 因为他知道 布林肯准备给他 下最后的通牒令 而且来者不散 散者不来 而且要亲口对他说 我怎么这样说 你看布林肯说得非常清楚嘛 他这一次就是针对俄乌战场而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保洁 五月多的时候 普丁准备要访问中国 普丁访问中国的时候 普丁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恐怕会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布林肯不愿意看到这个 美方不愿意看到 所以你看他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 我们今天的讨论中 我明确表示 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着手解决 他讲得很白吗 对 然后英文是这样 I made clear 就我说得非常清楚 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不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We will 我们会哦 他就直接这样 所以他就说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We will 那你知道 习近平听到他也知道吗 对不对 他的口气 不是说用词很羞 对 口气也很羞 我们一定会哦 然后这样讲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习近平会压力很大 因为他也知道说 你要来跟我下这个通牒令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跟中国在接下来的话 恐怕会开始掀起滔天巨浪 而且这一次我们刚才讲的 布林肯到了中国 虽然受到极冷淡的待遇 可是布林肯完全不在乎 他不在自己做直播 他还接受媒体法会 他还接受专访 他非常清楚表示 俄罗斯的军火工业 现在的产能增加好几倍 而且他的工厂 是24小时全天后的运作 这个在 他在苏联时代 都没有这样的能量 现在为什么有 背后有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中国 而且可以看出来说 布林肯 美国就是要把这个力量 给切断掉 好 为什么布林肯这时候要去 保险 事实上现在俄罗斯 是渊源不绝之后 听说他五六月会对乌克兰 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而且如果在这个时候 乌克兰输了 你觉得今年的拜登 还有搞头吗 没能玩了 所以拜登也跟你玩到底啊 他们现在等于双方 真的是完全踩到底 没有回头路的一个状况 而且布林肯讲的很白哦 你给了什么东西 你给了所有的比例 你怎么给的 他居然都全部说出来 布林肯开始细数 他就说中国助长了 这个冷战以来 对欧洲最大不安全的威胁 只指是俄罗斯 只指俄罗斯还在做什么 中国是机床 微电子 还有制造弹药 还有火箭推进器的 最重要的 这个消化纤维素 还有其他军民两样产品的 最大供应锅 而俄罗斯正利用这个 来强化他的基地 他的生产基地 虽然俄罗斯用这些 来制造什么 火弹药 火箭弹啊 无人机 坦克还有其他武器 所以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难以维持 对中国的 对乌克兰的进攻 虽然讲得非常清楚嘛 他就讲我们今天讨论中 我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着手解决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现在他等于是 这次去 我跟你讲 他等于是把美国收集到的资料 一个一个展给中国看 总维看之后 我看你该怎么办 而且他还特别对中国讲 你到底有哪些东西 而且中国是非常压倒性的 第一大供应招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美国真的是这样做 好那美国准备怎么做呢 事实上这个之前华尔街日报 曾经有披露出一些状况 你看美国起草 针对原二的中资银行 要进行制裁措施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假设你让我抓到 你真的有跟俄罗斯 往来的中资银行的话 我把你逐出美元体系 逐出 逐出Swift 对不让你用美元 也就是说你这些公司呢 可能最后呢 就完全没办法在这个 尤其这些曾经难过就是 其实俄罗斯现在 已经被踢出Swift的 也就是美元交换的这个系统里面 那俄罗斯为什么还可以存活 因为俄罗斯透过人民币 他透过人民币 买到要买的东西 卖出他想卖的东西 他能够去等于说 跳脱美国的Swift的制裁 那现在 如果美国连中国一起制裁 天下大世界大战了 为什么要对中国制裁 因为刚才宝贤讲到重点 俄罗斯被制裁没有错 可是俄罗斯跟中国 他们可以用卢布跟人民币互换 那某些程度来说 中国可以跟外界往来 我还是可以透过中国的方式 跟外界往来 所以现在美国想到的 釜底抽新之地 就是我把中国租出去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租出去 美国敢吗 宝贤 美国不是说说而已 现在目前为止 华尔街日报 他起草 所以显然 美国在想这件事 已经在做了 对 而且美国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布林肯这几天的时候 他就没有 他就不 不肯讲 没有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 但是他没有明说 可是这时候很有意思 反而是俄罗斯通讯社 在这时候 就说你看 美国试图借这个 原外法案 在世界动荡中 打击中俄 他自己讲到说 Sweet的可能性 也就是俄罗斯这时候 突然间你说 我们会被Sweet的制裁 所以那告诉你是什么 告诉你是俄罗斯希望 把中国拖下来 所以现在显然 中俄美之间 三方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好 叶伦就讲过 任何银行 如果你向俄罗斯国防工业 输出军民两用 或军事产品的 重大交易便利 对 美国一定制裁 对 好 那一轮这样讲 那现在布林肯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展现给你看 你所有的资讯 我们都知道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跟你讲 他连卫星照片都丢出来了 对 为什么 你看这是之前的 媒体的这个报导 媒体的报导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停泊在浙江的 这个东部的一个 私人船物厂 这个私人船物厂 不是公家的 有一艘俄罗斯的这个商船 来到这个地方 俄罗斯的商船来到这个地方 保险这个商船来说话 他过去一段时间运转了非常多的 这个经历的这个东西呢 回到俄罗斯去 然后又来到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互相的这个所谓的 互相的这个修缮 也就是说 美中国的 俄罗斯可能利用中国的船物 在这个地方修缮之后 利用这个所谓的商用船呢 又把很多物资运到俄罗斯去 所以现在美国给你证据啊 你看我们都有拍到证据啊 那你看他事实刻意的报导 一个 你觉得美国没有更多证据吗 当然有 美国当然有更多证据 他还跟他说什么 你看比如说 中俄之间的这个交易量那么的高 还有很多这个武器东西 我们都很清楚啦 所以他等于是 这一次布林肯就是 拿了一大堆清单 去跟你 看你中国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中国现在面临了两个尴尬的地方 布林肯来讲一个核心问题 他说我刚刚从G7回来 欧洲所有他的盟友 都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这个事情不处理的话 乌克兰之后将来被打击的对象 被侵略的对象将是欧盟其他国家 他把这个假设已经放在这个 放作前提了嘛 就是你搞完乌克兰之后 你可能会搞波兰 可能最后搞 有一天你可能在欧洲大乱嘛 所以他把这个欧洲拖下水 布林肯把欧洲拖下水 因此这个制裁 如果发展下去的结果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美国 可能会骗及欧洲的全部 那就很大了 因为什么 欧洲是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还有技术来源的最重要来源的方向 没有欧洲什么都没了 没有 那可是这个现在问题很尴尬 那现在问题是说 普丁 这个普丁 现在普丁 现在五月中要到了嘛 那现在你中国这种大国的面子的话 他能退吗 不能退 这就变得很尴尬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不能退的话 那变成两边的冲突 那现在中国的经济现在好不好 很烂 很烂嘛 如果是经济很烂 如果有一家大型银行 如果是用Swift提出去的话 会什么结果 会倒闭 一定倒闭 百分之百倒闭 你这时候中国四大银行的 国营银行 有一家被这种处理的话 被Swift处理的话 一定是倒闭一家 因为如果国营银行倒闭的话 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 会到什么程度 然后请问你 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 你怎么不能够在那边有忧虑 一落寞 由于是一个正常现象 问题是后面的发展 要密切密切观察 因为这跟台湾有关系 好 该讲的 现在布林克 到了美国 到了中国去 他讲得非常白了 今天俄罗斯可以这样打下去 俄罗斯后面的资源 就是你中国 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不处理这个问题 美国就会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现在很清楚 他现在讲 你的军工厂 居然可以24小时运作 然后我刚才讲 你现在的微电子 你现在的机床 你现在包括 你用的这个所谓的纤维 化学纤维 全部都中国给你的 对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俄务战争 打这么久 俄罗斯曾经一度 没有东西可以打 现在来讲 竟然可以发布这个影片 发布这个视频 少一股来 视察他们的军工厂 过去来讲 拿不出东西来 有多少真元兵呢 在影片上面发现说 没有东西可以打 对 竟然有办法 密密麻麻都是炮弹 对 竟然少一股 现在来讲的话 不只是满手的炮弹 还可以来视察军工厂 可是你仔细看下去 这些东西像不像是 你原本自己组装的 不太像 像是半成品的一个生产线 感觉上你后面的炮弹 东西 一个一个摆在那边之后呢 你只要把它装起来就好了 所以像布里凱 为什么那么火大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北韩来的 是不是你中国来的 你这东西来讲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来 明目张胆的 来支持俄罗斯 不然的话 你看到当初 郑月平打到最后 真是弹尽圆绝 难怪美国都没提到 你现在俄罗斯的弹药生产量 比你苏联时代 都还要来得多 对 因为你数据上来讲的话 你把过去那些东西 拉到最大产能都没有 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你用一个半成品 直接组装下来 然后最可怕的是说 这后面竟然有这种超级炸弹 这超级炸弹是什么 这是一个高爆的 自由落体炸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它的产量也翻倍了 代表说呢 除了你一般的 全部翻倍 除了一般的榴弹炮之外 这个东西全部也可以炸下去 然后甚至呢 现在还出现一个东西 是一个温压弹 温压弹是过去 他们在苏联时期 就来尝试的 可是这个太不讲武德了 你说这个是俄罗斯爆的温压弹 它现在连温压弹都有了 这个温压弹炸下去之后 你看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我告诉你 这个高度就是一公里 一公里不是说 它只是炸得很漂亮 因为它是用气态的一个燃料 所以它的面积高达900公尺 等于是什么 你炸下去之后 你当地就会移为平地 在过去来讲的话 这是很不能到违反战争罪的 但现在来讲 这个东西也有了 如果后面没有人一直补给的话 俄罗斯打到这个状况 原本说要打三个月 打到三年 竟然现在来讲还可以有这个底气 所以普丁就跟他身边的人讲说 你们不是通过了这个援助的一个方案吗 你要640亿美金吗 如果让我们瞧瞧 军事援助是不是会改变情势 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会这么焦虑 刚刚讲的 这次俄罗斯战争里面 美国介入非常深 可是现在乌克兰的总司令人来讲 现在俄军已经沿着整个前线往前推进了 往前推进 现在已经退到东部战线 三个村庄隐系的新阵线 代表他说现在俄罗斯要在5月或6月的时候 发动总攻击 在你发动总攻击的时候 如果中国的炮弹 中国的火药 还是源源不绝的进到俄罗斯 那乌克兰就惨了 那如果乌克兰惨了 拜登也惨了 对不要忘了 美国大军11月要登场 你现在来讲的话 拜登现在来讲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然后拿了美国人那么多钱 然后原物战争一直进去 资源投入如果你打不赢这场仗 你真的是颜面无光 最可怕的是你可能会失掉政权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出了很多的一个新招 他们去把这些美式装备 直接集结在波兰 直接坦克 直接运兵车 直接把它送进去 另外来讲的话 他们还出了一招去买旧型的飞机 这个飞机多便宜啊 一辆只要两万美金 大概六十几万一个台币 但是呢 这些东西经过改装之后 其实是可以上战场的 所以把米格27 米格29 苏24这种飞机 对 旧飞机拿来改装 对就直接改装 直接投入战事里面 反正你俄罗斯的空优 你说这个是美国的 美国的坦克 美国的炮 这是美国的美式的坦克车 美式的军备 已经放到波兰那个地方去 然后呢 这些飞机也直接进行改装 更神奇的一件事情 现在是这个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很难想象 你到底你这些美式的装备 你要怎么上到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 他们这种舒适的一个战机里面 现在来讲有解了 不要再想的去改变它的线路 不要再想去改变飞机的一个升级了 我直接在这个记忆前面 我给你放一个iPad iPad可以调整你的数据 然后呢 你这些精准导弹 我就挂载就好了 以前你的详细法是说 我要重新做一个基础建设工程 然后呢 拉到那边去 然后按发射之后 过去 不用 现在来讲的话 就像是WiFi一样 我这边控制 然后呢 你的弹药 像这个画面 你的弹药就是挂载 等到 这个是舒适的武器 对 舒适武器上面居然跑出一个平板 那这个平板可以控制 这一架飞机所挂载的所有弹药 对 你把它简单来想 这架飞机的挂载弹药 就是挂载功能 当你这平板连接去之后 Coding对接之后呢 你把这坐标都输入好 一按钮 丢出来之后 他自己跑 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但现在来说的话 已经可行了 大家期待这个俄乌战争已经进到尾程 希望说在今年冬天以前 这个战争可以结束 但没有想到 今天一个爆炸线的消息就是 北韩可能参战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洛夫 他要访问北韩 访问北韩 而俄罗斯驻北韩的大使也讲 现在北韩勤勞用赖操 他们等于说可以参加 顿巴斯的一个重建 但顿巴斯明明是战局 他现在兵凶站位 哪有什么重建的工作 你到了这个地方除了打仗 你没有第二个任务 所以之前美国很担心是 我不要去跟俄罗斯 这样的国家正面冲突 如果我跟他正面冲突的话 那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问题是 你想降低冲突 但是普丁一定要拉开 整个冲突的范围 如果北韩真的参战 波兰捷克可能会进去吗 如果波兰捷克进去 那北约会进去吗 如果北约也进去的话 那这个战争大概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而这个时刻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现在美国 还有我们看到很多亚太的国家 大量干嘛 大量的购买F-35 现在美国居然一口气说 我要买F-35 375架 而南韩也说 我也要再加购 20架的F-35A 好 那现在为什么这些国家 突然要大量的增购F-35 难道跟整个俄乌战争的情势 是升高有关系吗 好在这一段里面 支持媒体的黄远翰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看你好 今天传这个消息 美国突然一口气 我要买下了 375架的F-35 他想你干嘛突然这么多 然后南韩也说 我原来买的F-35比不够了 我还要再加购 20架的F-35A 搞了半天 跟刚刚各个巴西的事 北韩可能参战 而且美国买375架 跟南韩准备买 多买20架F-35A 地面式的攻击 那到底为什么 大家现在传言说 是不是要因应接下来 可能要拉高的国际情势 那这里面来说 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就变化的局势是在北韩 最新的消息是 拉夫洛夫 也就是俄罗斯的外长 要去访问平壤 那访问平壤之后 听说他们最近一段时间 过去三四个月的时间 平壤还有中国 还有包括说像俄罗斯当局 在商讨一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说 由俄罗斯出武器 然后平壤出人 然后中国出浅 他们请平壤的军队 到盾内四个盾巴四个 这个前线来作战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形 而且不是说 你只是一两个 十几个 二十个 几百个 他说一去就三五万人 对那为什么要这样作战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抱歉 因为美国西方的军援到了 海马士 多管火箭炮 然后精准打击 飞弹到了之后 俄罗斯的伤害人数开始增加 伤害人数开始增加之后 俄罗斯已经没有军援在 没有兵援在这个地方 他不只是武器越打越少 他也没有兵 兵的话目前为止 掉了一些后援兵 都是一些老洛参兵 那打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眼看着我这样打不下去 这时候就想到一个idea 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北韩 有很多工人 平常就在我们这边工作 看起来的话 他们是勤劳又耐操 那是不是有北韩的军人的选项 于是他们就商讨之后 可能这就会成型 那为什么会成型呢 保歉 主要因为我们来看 几个外交动作 其实北韩已经开始在表态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参战的时候 那请问 那你要断掉 跟这个乌克兰的外交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先是这个乌克兰 先是这个平常 他就宣布说 我承认顿内斯克 跟卢干斯克 这两个地方 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朝鲜 驻俄罗斯的大使 他哪 他见了谁呢 他在朝鲜的大使馆里面 见了顿内斯克 驻俄罗斯的代表 他们两个递交文件就说 我们朝鲜今天正式承认顿内斯克 承认顿内斯克共和国 承认顿内斯克跟卢干斯克 那这两个承认之后 当然跟乌克兰就断交 乌克兰就跟他完全没有 三不交主要 两个国家就从此断交 所以这个 他是顿内斯克住 他都已经有 住北韩大使了 所以就知道说 事实上现在 北韩已经要跟这两个国家建交 看看跟乌克兰就已经断交 另外一个你看 拉夫罗夫也说 没有错 这个朝鲜是第一个承认的 这两个国家除了我们这些伙伴之外 他也是承认的 所以你看事实上 现在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 现在正在快速的拉升之中 所以刚刚讲的 刚好大家各取所需 北韩现在缺钱缺粮 他本来原来 第一个我现在欠收 我没有饭吃 第二个是 我本来压了很多钱在比特币 比特币又大跌 我也没有钱 甚至全世界对我抵制 我以后的货物也进不来 这个时刻 俄罗斯可以出粮 中国可以出钱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是 普丁看准了这个 目前北韩可能需要俄罗斯 为什么这样 第一个北韩目前为止来说 他经济今年表现的真的不好 国际对他封锁 再来就是说 目前粮食不够 那现在疫情又在爆发之中 另外包括说 今年的比特币的价格大跌之后 让北韩压力相当大 另外一个尹熙越上台之后 尹熙越对北韩是不假辞色 以前北韩闹一闹之后 尹熙越这个文在里就说 不要这样 要有给 要粮给粮 要有给钱 尹熙越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怎么办 你耍狠 那我也耍狠 所以你知道 找那个老大哥 土丁大哀起来 所以我来说 这个政治氛围 真的是慢慢出现 假设 现在假设 现在我们假设一个立场 假设真的 俄罗斯跟中国 还有朝鲜 达成协议之后 朝鲜真的派兵到前线之后 会怎么样 北韩军队进到 乌克兰的境内之后 这个世界大战的前哨战 搞不好就会在乌克兰里面 就打起来了 好那刚刚讲 所以这个时刻 本来看不懂是 美国在这个时候 干嘛一下一口气 订了375架的F-35 不是已经很多F-35了吗 第一个你大量订购 还有南韩也在加购 20架的F-35 而且这个他们讲 现在F-35 他有可能取代A-10 他等于说 他有非常强的 空中对空对地的攻击能力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F-35在进行一个改装 我们都知道说 过去F-35是怎样 他可能进行侦查 然后远程的攻击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F-35由洛克希德马丁 跟一些公司 他们在进行一个改装计划 这个改装计划是什么呢 他们准备要把这个 他的这个攻击武力 变成是说升级是可以 由地面攻击 他是由洛克希德马丁 跟洛斯诺普格伦曼 还有L3公司 他们发表一个新的 这个发射 这个发射防区之内的攻击武器 在SIAW SIAW是做什么呢 保洁 他其实是空对地的攻击武器 空对地的攻击武器 未来搭载在F-35上 他们直接讲得非常明白 也就是说我们F-35 飞进到敌人的领控之后 由这个SIAW 这个所谓SIAW 负责踹开 攻击地面的这个武器 过去可能美国的攻击 是所谓A-10的攻击机 A-10的攻击机 搭载这种所谓 空对地的攻击武器 这次要由F-35来变身 搭载这个武器 那你显然 那你看这个攻击要做什么呢 那你看这一次 南海刚才也讲了 他准备要买F-35A 买这个20台 F-35A可能就是在这个 改装的范围里面 你说用这种空对地的攻击 那空对地来说的话 你要对谁 以南海来说 他当然就针对北海来去 所以你看其实 双方都已经在做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 这个更进一步的冲突 在做一些准备 所以你说 现在F-35 它的功能越来越全面了 本来说你是引擎战机 所以我可以再等于说 最前线 做为什么 我可以作为赤猴 我可以当你兼兵 见面以后我可以把所有的战场状况了解 战场状况了解 本来想说 这次环太平洋的军业 还有勇敢持统的军业是 我F-35 我把讯息 丢给一度低 一度低再去指挥 那个所谓的F-18 进行了这个攻击 没有 现在如果你要去对付北韩 你要去对付中国 甚至要对付俄罗斯 来不及的 F-35在前线 看到什么就可以打什么了 对 没错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就今天传出的消息是 他准备要买这个约莫斯375架的F-35 那实际上为什么美国要买F-35 除了是说他好用 未来可以把他除了ABC三种机型 那A的话 加上这个空对地的攻击武器 可以直接进到国境里面 敌人的国境里面进行摧毁之外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现在降价了 降价 而且他过去一段时间 洛克希特马丁的这一台飞机 大概约莫斯价值1亿左右 他现在已经可以多少用8千 用大概约莫8千万美金就可以买到 8千万美金来说的话 当然便宜又好用 所以你看洛克希特马丁的主管就说 过去你只要买过我们F-16的 未来可能都是我们的潜在的客户 所以台湾 我以前没有F-16的战机 以后这个价格是逐年下降 2007年的时候 F-35的一台造价是66亿台币 到了现在到了今年 已经变成23.6亿了 2007年的时候 大概约莫当时是2亿美金 现在已经降到 8千万美金 8千万美金是什么 已经很便宜的 甚至比我们F-16V都还要更便宜 所以他现在已经 很多国家都直接跳过很多武器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 韩国马上就说 我要额外买20架的F-35A 泰国也说我要买8架 连泰国都要买 然后你看希腊说要买20架 英国说要买这个26架 再买26架 德国也说我要买再买35架 那这个加拿大有说 我要采购88架 取代现有的这个F-18的 相关的飞机 现在整个洛克希德马丁 真的是因为这个F-35 真的大发力士 那你看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F-35真的 这个所谓F-35 有没有竞争优势 真的有 你看以泰国皇家空军 他说了我们准备要买这个 瑞典的这个 施鳩的这个飞机 施鳩飞机 所以我们讲如果你这个 以这个F-15EX来讲的话 他目前一台也都还要在 因为末世一亿美金左右 所以看起来 所以F-35是真的降价了 因为他太多人买了之后 他整个价格便宜之后 变成是现在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未来可能 在几年之内 会变成所有国家的主力机种 而且你要讲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下降 你说跟台湾有关系 因为原来整个F-35的 真的核心 是美国 日本跟台湾 对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话 F-35里面的很多电子系统 其实跟台湾有非常大的关系 另外就是说 其实目前的F-35 这个美国的工厂 透过非常多的方式 慢慢把它整个成本降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 这个生产工厂 它怎么样把它降低呢 第一个我们要 这个公司 这个所谓的学习曲线 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坐一台飞机来说的话 需要9万个小时 现在我工时 已经可以下降到 7万个小时 那跟数量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以前这个数量 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整个成本就越来越 这个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成本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 它把它建档 保险那它把非常多的 这个数位档案 它都把它建档起来 未来我怎么发展 都把它完全都弄得 非常非常清楚 我有做各式各样的 什么3D模型 2D模型 各式各样的 我都把它建档之后 再来就是说 你看我们在这个维护的过程里面 保险你看这一般的工人 那洛克这种飞机组装 难度是怎样 你要很多工人 在里面组装 因为飞机那种什么 我们知道飞机 它的引擎 或什么都是很精密的东西 你目前为止 这个是没办法用 所谓的这个机器去取代的 那你要用人工 那人工会出问题啊 就你知道 他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 你想它怎么装 那是怎么装你知道 它会有一个光学的引导机 就是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要用哪一个洞 你要怎么装 它有一个光学的引导机 让你可以完全用 他们叫做数位线索 你要怎么装 这个线你要怎么拉 那怎么过程 他们完全都把它 那是影像化 跟指导化 所以他们可以做 非常标准的这个动作 都完全完成这个生产 另外一个他们还有做什么 他们又先进了 所谓的检测系统 就要检查说 你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漏掉的啦 或什么良率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 一旦组装完成的时候 如果你缺了什么零件 那你怎么知道 所以等于是用这个方式 慢慢把它的成本降低 才可以降到目前一台 约莫是八千万美金 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你说 现在的F35 就完全大数据化 它完全的自动化 就代表 我做的每一个动作 我都可以 等于说我去改进 我可以做进去调整 所以一般的价格 还维持在很高 它竟然可以越来越便宜 那有星如果能够 所谓的自动化 它的气量把它自动化 比如说原本是用所谓机器 用所谓人工去涂 这个隐身的涂料 它目前把它改用所谓机器 就是能够用机器的 我都尽量用机器 你看用机器来说的话 用机器人来取代的话 它可以节省数十个小时 它可以节省约莫六千美金 所以就是它透过这样 不断的数据化 不断的科学化的模拟之后 让它整个成本 降到目前的一个数字 所以现在F35的专孔 都是自动化的 而且未来的这个价格 会越来越低 所以越来越低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面 目前为止你能够注意到 最近美国 韩国 日本 他们在坐手 一个大象走路的时候 全部都是F35 你看这里面的飞机 你看很多都是F35 那包括说像韩国空军的 这个当初在6月20号的演练里面 也出动了很多F35 所以现在F35的木 这功能性越来越多之后 我相信周边的国家 从这个亚太的日本韩国 或是从欧洲 可能这些所谓的北约的国家 它为它遏制中国俄罗斯 跟朝鲜的威胁 势必要多买一些F35的飞机 好 董事长 你曾经讲过说 国际政治里面没有意外 所有的动作后面 都有它的故事 所以之前我就看得很困惑 说奇怪了 为什么北韩突然我要承认 对那时刻 鲁甘斯科这两个独立共和国 你承认了以后 乌克兰马上跟你断交 全世界只有你这么挺 俄罗斯搞了半天 你根本要俄罗斯的粮 而且你要帮俄罗斯来出兵 而这个时刻又传出 美国要买375架的F35A 我说奇怪了 你没事 买这么多飞机干嘛 难道他真的要准备打仗了 美国买300多架的F35的目的 这一个目的就是 成本降降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未来 全世界进入一个军火市场的 一个大需求的时代来临 未来20年里面 最大需求哪一个国家 甚至是哪一个区域 欧盟 欧盟是有钱 德国人编了1000亿欧元 每一个国家都是2%2%GDP在编 那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除了人事费用以外 就是空军和海军装备 这两个最贵 那现在欧盟今天这两天 开始在开会讨论一个问题 他们几千亿几万亿的欧元的钱 花下去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些钱如果全部跟美军 跟美国人买装备的话 他的就业率怎么办 他的GDP的生产值怎么办 他包括武器科技的升级的可能性 通通都交给美国人 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德国人最近下了一个订单 给谁呢 给Airbus 给法国人买了一批空中空中空八所生产的 这个颱风级的这个战斗机 他这F35他也买 他也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欧盟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 欧盟暂时买一些飞机以后 开始联合开发下一个四代的 第六代的战斗机 专门针对欧洲使用 他也要自己开发 对 他不跟美国人买 他不希望跟美国人买 而且他发现一个很简单 我讲一个一个具体的事情 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Enloe Enloe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监射武器 监射飞弹 Enloe是哪个国家发展的 原创是哪个国家 瑞典 瑞典 在哪里生产的 在英国生产的 就在所有的表现上 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非凡 你知道他做的多少工作 在当地制造了两万个就业率的机会 英国有这么好的hold 康怎么和别人 所以这个买三百多架的这个飞机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我们老美现在厉害 我一下子办成本就这样一半 就剩了5000万美金 剩8000万美金 然后你现在开发出来 然后你就是一亿 你就两亿 你怎么办 你非跟我买不可 因为制造成本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因为量 它的生产 因为它有一很大的费用 是什么费用 你知道吗 是RD的费用 研发费用 是研发费用 那研发费用的成本占太大 没办法摊提 所以他买这三百多架的目的 其实美军买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降价 逼到你欧洲这些大国 尤其是德国 德国最有名的飞机是什么飞机 就龙卷风 Tornado Tornado现在已经老旧 全部要换掉 可是德国现在准备做 第六代新型的Tornado出来 德国很厉害 德国坐在飞机 不会输给美国人 他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F-35还有很多 他的缺陷 什么缺陷 他的 因为他是全隐形 他是隐蔽性最高的 你只要弹舱很小 你只要发射飞弹 他的发射飞弹 但他载弹数很低 他只能做精准打棋 做大型的红罩 还没有办法处理 好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不谈 他的这个性能 就是这两个世界的两个大的区域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在拼军火市场 所以因此他一下子给你干三百多架 就让你没有办法研发 可是德国也不是 德国也不是吃素的 德国知道 所以德国现在在揪欧盟 所有的国家 一起出钱 一起出研发 一起来分工 可是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军火这个部分 里面有很多所谓 专利权的问题 很多know how的问题 他的这个人 不愿意解密给你 还有这个专利 怎么共享的问题 所以欧洲 现在讨论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买三百多架 是完全针对的 下一个世代的 欧洲的重大军火需求 先把你干掉 然后他希望 美国希望主导这个市场 所以美国人干的事情 都是为了商业目的 是吗 而且现在北韩 我看到英国皇家公民 他讲是真的还假的 他居然讲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要轰炸俄罗斯军队的准备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多严重 他一动到北韩参战以后 就动到整个亚太的平衡 整个亚太地人政治的均衡 整个破坏掉了 你又想到一个效果会出现 拜登在干什么 拜登一直在搞亚洲北约化 那北约这一次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日本韩国 是不是一大多国家 都跑去参加了 澳洲也是参加了 所以这个反应 我觉得普丁反应是很正常的 你搞我我搞你 我搞一个最穷的 最带总的 最不怕死的跟你玩 又有核子武器 对不对 所以这一搞 其实是变成一个新的 一个往上台提升的局面 但是会提升到核战吗 不会的 我认为 不会 所以这个是新的 也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僵局 但是新的僵局 也证明了另外一点就是在俄乌战场上来讲的话 俄罗斯逐渐处于下风的阶段 因为新的武器 因为西方武器 一直不断供应 不断供应到达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一发生之后 有一个有一个国家高兴肚子都快笑破了 美国嘛 美国高兴死了嘛 我今天看到一个VOA 美国之音访问这个美国前国防部长来访问台湾嘛 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就他们当然早就知道这些情报都知道了 他就讲了一句 他写了一本新的书 他还打书的 但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今天才看懂 他讲了 他说我们有台湾的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的时候 他讲了几个国家 你知道吗 他很有趣 我也奇怪 怎么这样的讲法 日本 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菲律宾 到此为止 你看到没有 这到底他新加坡后面不谈 所以换言之讲 将来要决战中国 跟北朝鲜的话 是在西太平洋 在第一岛链 在第一岛链被你干掉了 根本不跟你打后面 所以台湾没有战略模糊了 这个就变成 这个就一直拉着 越往清晰的方向走了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很多 包括现在他的佛洛西 到台湾来访问 都已经让这整个事情 战略清晰 越来越往清晰方面走 因为这个情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情报单位没有透露 今天这是公开了 在公开之前 双方的这个局势 或者备战的态势 是不是完全都已经是准备好了 好 正好 现在俄乌战场到底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俄乌战场 真的 像董事长想的 现在俄罗斯非常不利吗 不利 我只好出大绝招了 没有错 越来越来 慢慢看慢慢看 真的这个海马斯真的开始改变游戏的规则 第一个我们知道邵逸谷竟然说了 我们俄罗斯现在首要目标 是要摧毁乌克兰的远程火箭系统 为什么我不是打下你什么城市 也不是杀掉很多人 我要先把你远程火箭系统打掉 那是什么 就是海马斯火箭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件事情 其实俄罗斯为了侵乌战争 早就准备很多 你看到这个橘色是乌克兰 这白色是俄罗斯 这是俄乌边境 俄罗斯为了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在之前做非常多准备 特别修了一个铁路 又修铁路 对 由南到北的铁路 你看到这个红色线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由南到北的铁路 那这个铁路其实就是为了俄罗斯 就说我可以在任何一个点 就在那边卸货 然后直接往西边杀 就杀到乌克兰 结果乌克兰现在更狠 直接打这个铁路 把那铁路一节节打断之后 你由南到北整个生命线 所以这个是他的红色 这个是他的后勤补给线 现在这个后勤补给线 我已经直接打断俄罗斯近妹了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看到 一直在俄罗斯境内 就是距离乌克兰八十公里的 被打掉了吗等等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他们在断这个所谓垂直这条补给线 然后呢你现在看到这个是 那种少艺谷特别去东部视察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种 俄罗斯的专家车等等的 乌克兰都在打 那现在状况是这样子 乌克兰海马是火箭 因为不断打不断打不断打 你知道对于俄罗斯压力有多大吗 导播我们待会来看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我跟你讲 红色的点点 是原本俄罗斯的补给点 那这个补给点 因为之前被乌克兰打得稀巴烂 现在全部往后侧变成蓝色的补给点 可是你看这往后侧 比如以这个补给点 车到这个往后侧蓝色的补给点 它距离有多93公里 那这个补给点往后侧 距离多104公里 那这个补给点往后侧 多93公里 多165公里 平均的他说 光是这个长度 就增加了百分之百 几乎都多一倍 装卸货时间 多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侧全部都卡住 就是这个东西 装车一小时 卸车一小时 平均时速是50公里 再换算成这个所谓的路程 它整个完全就因为海马式火箭 后侧一叉叉八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 所以这样根本没有办法打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海马式火箭弹 不是 而且如果按照你这张图 现在这个蓝色的圈圈 当然是被俄罗斯认为 这是它的安全装货区 可是随着我的海马式火箭弹 一直往前推 你这所有的圈圈 都会变成我的攻击目标的 不是老美现在给三百公里的打击目标 原本是八十公里 我现在给三百公里 三百公里他们测到海里 我跟你讲 他们测到黑海都打得到 所以现在便是说 为什么俄罗斯之前一直要求 美国不可以给海马式 不可以给三百公里 就是我三百公里 如果一给 我再测测到黑海都没有用 结果俄罗斯现在很惨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画面 是俄罗斯记者公布 乌克兰的飞机被萨姆斯柏 击落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其实刚公布的时候 大家是觉得非常非常振奋的 就这个 打下来的时候 说我萨姆斯柏 终于把乌克兰的飞机打下来 就掉到地上人家去拍 是苏凯34 俄罗斯的飞机 俄罗斯用自己的萨姆斯柏 打下自己的飞机 这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俄罗斯的敌我辨识系统出了问题 你可能是机片根本不够 或怎么样 因为后来有人去拍嘛 对不对 苏凯34 乌克兰根本没有嘛 所以你这就是俄罗斯打下来嘛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是敌我辨识嘛 第二个是说他们大外宣 是做得太急 他们需要这种强心 对嘛 那刚刚不是讨论嘛 现在俄罗斯不是没有 士兵要到去跟北韩要士兵嘛 瓦格纳佑比奇兰 现在跑去俄罗斯的监狱 去招募那种监狱的人 去监狱找雄飞 跟监狱里面讲 说什么 第一件事情 你来 趁一个月 我给你20万卢卜 大概9万台币 其实不是我每个月9万 那你如果不小心死的话 给你235万台币 大概在莫斯科 就可以买一栋房子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活了回来 就打完后 我把你犯罪记录全部消除 然后给你工作 他就是给他这么好的优惠 结果呢 200个人报名 最后遭受了40个人才40个士兵 你完全背水车心嘛 甚至呢 现在更惨事情是被发现了 有一个俄罗斯的特首部队 就这位 这是俄罗斯特首部队的排长 这个排长呢 是这个叫做SRG的指挥官 是北方舰队的陆战队 他们专门做迪欧渗渗透 结果呢 在这个哈尔克福这边 被乌坎特首部队活捉 被乌坎特首部队活捉的时候 就把他关起来嘛 然后你看 他给他拍影片 在羞辱他 后来人家就问说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活捉 他说他迷路了 他为什么迷路 因为他手上的地图 是1969年的地图 1969年 我们仔细看这边 他手上给他一份地图 因为他没有电子信号 全部被屏蔽嘛 然后那个地图一搜出来 这是1969年的地图 你看这边写1969年的地图 你要怎么找路啊 我拿1969年的地图 在内湖一定迷路嘛 在东西一定迷路嘛 在西门堤也迷路嘛 所以现在整个俄罗斯 是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最后俄罗斯在乌坎特首部队 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嘛 这种无差别的攻击 从7月15去炮轰地链波罗 7月16去炮轰奥德萨的工厂 等等了 俄罗斯大概只剩恐吓这条 否则这样战争打不下去 好 现在俄罗斯居然要求助北韩 而且要求你的人力来帮我打仗 现在说要派出三到五万的 他真的在这个战场上面 这么样的节节势力吗 他现在人员已经三穷水尽 现在如果不杀这个大绝招 普丁无法吗 对 没错 那么你要知道 乌克兰现在所统计的 这个俄罗斯的死亡人数 是超过阿兵哥是超过五万人 虽然俄罗斯不承认 不过从俄罗斯的种种的这个 等于说动作可以看出来 他现在面临了一件事情 他的兵源确实不足 他不是打下了卢干斯克吗 我问你 卢干斯克拿下来 乌克兰的那个相关的地理位置 不像我们想象说 卢干斯克就是一个城市 所以你打下来 你只要留兵在乌干斯克而已 不是 他周遭的那个卫星城 乡镇非常的多 我请问你要不要分兵守到这个地方 要 你如果不分兵的话 乌克兰又把它躲回去 那怎么办 所以你不断的打下来以后 就必须分兵分兵分兵 分到后来你的兵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看起来好像俄罗斯一开始出动 十几万大军感觉上很多 但他分散去打基辅 为哈尔可夫 又拿下这个所谓的科松 然后又去包围马力波以后 你可以发现他的兵就不够 就被多利分了 对 没错 他现在根据外电的报道 现在那个瓦格纳集团 瓦格纳的这个傭兵集团 雇佣兵 他现在把所有的俄罗斯 已经把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的 所有的资格条件全部放宽了 现在就算是死囚 囚犯 黑社会 有钱 全部都可以来 只要是一个讲难听一点 只要是个人都可以来 都可以耽误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战场 为什么 他人不够了 所以他现在呢 他又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他现在的乌南战场 这科松也就利尔松 不是乌克兰五路齐发这样去包围吗 他们俄罗斯把最精锐的部队 都拿去打这个所谓的 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 但是乌南的部分呢 却把最老旧的T6两的坦克 这些东西啊 这些武器去放在乌南这些地方 现在又要求这些阿兵哥要死守 不能让乌克兰给拿下 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的军队 俄罗斯的阿兵哥 哪有斗志 之前不是叫车臣的抖音总统 不是要派五个加强战斗影 拿到这个地方吗 他现在又传出 那么去找北韩 我个人认为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没有兵了 他如果要全面提升的话 普丁要冒一个风险 全面提升成一个战争的话 那就几乎承认我是侵略乌克兰 所以他要冒一个风险啊 还有他现在经济已经出现问题 最近不是那么用这个维修为 有北溪一号的那个天然管器把它给断了吗 断了十天 下个礼拜 这几天啊 下个礼拜必须要恢复这个所谓的北溪一号 那么现在呢 有专家研判 搞不好他会故意不恢复 以有其他原因为有啊 故意要去雕 包括德国在内的这些国家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不要忘记你的这个俄罗斯 现在苟延残喘是因为卖石油卖天然气 你当你用这个所谓的天然气息去调这个德国在国家的时候 万一一个一个弄巧成就的话 你也可能伤到自己的相关的这个人员收入嘛 所以没有钱没有人的状况之下 挺而首险 那么现在我很简单嘛 我就提供第一个我提供经济援助 第二个我提供相关的粮食啊 这些是药物 你不要忘记北北韩现在最确的是什么 粮食跟是个药物嘛 那用这样的一个做耳把三万到五万的北韩兵 那么用这个做这个等于交换的条件 派来乌克兰战场上面这样打仗 北韩他会不愿意吗 好 师兄 现在北韩要卖命 是 我的命 人命是无价的 他真的说为了缺粮 缺钱有这么严重 严重到金小胖的时候 他一派要派三五人进去 三五万人进去 而且我觉得北韩快要撑不下去 为什么 这是这个六月初的时候 美国CIA的推估 他说因为今年北韩旱灾的关系 所以今年目前的北韩的粮食缺口高达86万吨 所以那加上说疫情的这个关系 目前北韩应该是这个秋天冬天是注定缺粮 86万吨的粮食没有着落 没有着落的时候 我就讲过去你可以跟文在寅要 尹薛现在不理你 所以他现在这个粮食缺口 是严重的不足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保洁你知道 因为从去年开始 这个各国都在对他禁运之后 所以他很多东西他运不进来 那北韩目前的粮食的这个通货膨胀率也非常高 甚至在去年的时候 金正恩他就说一件事 这是金正恩说的 他说我们目前北韩的这个通膨率真的太高 他说光是一包的这个咖啡 在目前为止都已经要飙到 大概一百块这个台币左右这个数字 一包那个咖啡包 所以他整个目前都非常 你看一包咖啡包卖到不好意思 卖到一百美金 约莫是折合制 一百美金 对就一包的咖啡 咖啡这样子一百美金 所以他事实上整个通货膨胀 还有整个缺粮回去 这两个注定让这个金小胖 他不得不这样做 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算是无望之灾 那过去一段时间金正恩从去年前年都一直不断的入侵各国的比特币的交易中心 他去A一些拿一些比特币 比特币 那比特币你知道 比特币过去一颗比特币是六万七万 可是现在跌到两万 但不止跌到两万 那对他更惨的是什么 那比特币跌到两万 对他更惨的是什么 因为这次美国 夜伦不是说为了要防止俄罗斯 你在卖比特币 他说比特币我们要查 所以他封住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交易 俄罗斯不能卖 你比北韩也不能卖 所以现在整个 他的这个资金管道来源完全都没有了 你说我没有粮食 我现在也没有资金 没有资金那怎么办 他现在只有唯一一招 唯一一招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在俄罗斯海森卫的一个工地 里面出现的全部都是一个 都是北韩工人 那北韩工人他们就说 有两万工人在海森卫 他们早上七点到晚上 除了中餐晚餐没有得休息 他说如果在俄乌开战前的话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大概可以一天大概七十到八十块 卢布左右 所以他们其实是相当相当便宜 相当便宜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卢布前任的腰材 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光是海森卫就有两万 你觉得其他地方有多少人 一定很多人 所以现在俄罗斯本来就有很多 北韩工人 对 他很多北韩工人来说 现在把他们打包 把花包宽宽宽 赶到这个乌克兰去 我觉得也很合理 他们会打仗吗 刚才这个真好不是说吗 你要找一个瓦格纳军人来说话 他那么贵 一天就一天要给他多少钱 你现在找跟金正恩要个十万人来说 搞不好都没那么贵 军人工人你也可以去 这个是明目上 你就在那边修筑工地 修筑这个所谓的建筑工地 修筑堡垒 修筑这些所谓的豪工 可以派工人去 另外一个我还可以直接跟金正恩说 那你有多少军人 我瓦格纳经费 搞不好直接拨给你 所以我才说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 金正恩我觉得他也没有步了 因为美国不理他 韩国不理他 他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中国 中国其实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不敢对金正恩太好 那现在唯一有可能对金正恩好了 当然就是只有俄罗斯